阅读先右上角关注,就可以每天获取本发布的职场及管理知识,CEO管理内餐,坚持无干货,不分享,完,进入老板群。 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,美国对冲基金教父,被称为投资界的乔布斯,他一直都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。 26岁,在逼着的公寓楼里,达里奥成立了桥水基金,在2011年超过了金融大额索罗斯的量子基金,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对冲基金。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甚至评价说,达里奥的桥水基金对经济的统计分析,甚至比美联储都靠谱。 书中,雷达里奥结合40多年职业生涯,回顾了自己生长过程中,积累的经验教训,令人深思,版文为作者口述内容。 雷达里奥是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,美国对冲基金教父,他结合40多年职业生涯,回顾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,令人深思,以下为作者口述内容。 我怨人无数,每一个成功人是天赋一饼,我一直都很幸运,因为我有机会体验身无分文,也知道富有是什么感觉。 现在很多人都花很大精力赚钱,我如果没体验过贫穷与富有两种状态,就不会明白金钱对于我来说是否真的重要。 我不是说拥有更多不好,但对我来说,当金钱积累达到某个临界点后,增加再多,也就不会明显提升那些,我认为人生最棒的东西。 有营业的工作,有营业的人满,有趣的经历,吃得好睡得好,听歌,各种新店子等其他基本需求和令人愉悦之物。 我六十多岁了,我这个年纪的人优势已经不多了,其中之一就是我能回望过去,审视我这些人生原则是否真的发挥过作用。 我发现,大众对于成功的概念是这样的,穿着拉夫劳伦服装,在一幅光鲜亮丽的宣传照旁边附上自己的成就介绍,上最好的私立预科学校,考入长青藤联盟的名牌大学,能答对所有的考试题。 其实只是对真正成功人士生活的误读,无缘人无数,每一个成功人士天赋一饼,他们也常犯错,缺点也不少,他们成功是因为正是错误与缺点,找到日后避免犯错,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所以我觉得,全力利用好直面现实的过程,尤其是在和困难障碍斗争时的痛苦经历,从中竭力吸取教训,这样定能更快实现目标。 成大事者,不把赚钱当首要目标,我们不会满足于实现一个个梦想,而是享受这个追梦的过程,这是基于收益地点原理的。 举个例子,假设你的梦想是赚钱,而当你赚够了,再赚更多也就没有编辑效益了,若此时的梦想还是赚钱就很傻,超过使用编辑后还不断获取,是难有回报,甚至没有回报的。 还会产生,比如贪婪这种负面的结果,根据收益地点原理,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要寻求新鲜事物或探索,以存在事物的新层次,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满足。 我认为,在遵循宇宙规律,再有利于进化的基础上追寻个人目标,就会获得奖赏,看看所有现存的物种吧,它们不断维护自身利益。 从其他生物共生进化,却不知道它们这种自立行为,也推动了进化。 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相互共生的,追逐自身利益,会激励人们接受挑战,获得益处,推动社会有效发展。 反过来,社会也会回馈那些,推动其有效发展的个体。 所以,评判对社会有效贡献的粗略标准是赚了多少钱,而不是有多想要赚钱。 看看是什么促使人们赚钱,你就会发现,这同他们对社会的有效生产之称正相关,同他们想赚钱的欲望程度无关。 不少盆满波银的人都没把赚钱当作首要目标,他们只是认真工作,生产社会需要的东西,就逐渐变得富有了。 也有不少人今天想赚一大笔钱,但从没按社会需求进行生产,就没怎么赚钱。 另外,不要混淆目标和欲望,这很重要。 目标是你真的想实现的东西,而欲望是你想要但会阻碍你实现目标的东西。 我之前解释过,欲望一般是一级效应。 例如,假设目标是身体健康,欲望就是吃可口但不健康的食物,这个是一级效应。 这种结果不利于你实现健康这一目标,所以单从结果来看,目标是好的,欲望是不好的。 你想做成天宅在家里,看电视,吃薯片无所事事的人,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完全没问题,但如果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,最好就别撕开薯片包装袋了。 平庸一支被,思维是最大瓶颈,我们大多数人生来具备的特质,既会帮助我们,也有可能伤害到我们。 人具用途而有别,程度越极端,特质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就相对应越大。 例如,创造力很强,目标很清晰,善于把握打局的人可能,就会在生活细节上吃亏,而种食物,关注具体任务,能完美处理细节的人,可能不怎么有创造力。 因为我们思维的特性,很难两者兼顾,而成功人士与平庸之辈最重要的区别,就在于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。 达尔文斯传曾说过,在大自然的历史长河中,能够生活下来的物种,既不是那些最强壮的,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,而是那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。 能感受到了大环境的变化,并适应是一种能力,主要是洞察力和推理能力,正是自己的弱点担心表面上看起来是否体面的人,一般是在掩盖自己不清楚的地方或缺点。 这种人从来不去学,怎么处理自己的无知与缺点,任凭其成为未来的拦路虎。 我所遇到的成功人士,没有一个不是利丁捉措学习才获得成功的。 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有缺点,不过他们懂得如何应对自己的缺点,不会使其阻碍梦想的实现。 除此之外,这些成功人士学识渊博,能力超凡,这些都能助我找到最佳的决策方案,这种资源比任何单个成功的人,无论他多成功,所拥有的优势都大得多。 这解释了为什么乐于做出最佳决策的人,介绍会对自己的方案,表示失足的信心。 他们因此希望学到更多,通过探索其他值得信赖之人,尤其是持一见之人的想法,并渴望发现自身缺点,避免这些缺点阻碍自己实现目标。 重视二三级效应过于看重决策的一级效应,忽略二,三级效应的人,一般很难实现目标,因为一级效应和二级效应的意愿经常是对立的,容易使人做决策实犯大错。 例如,健身的一级效应为承受痛苦,花费时间,这一般不是人们渴望的,而其二级效应,即更健康,外貌变得更具吸引力,则是人们渴望的。 类似的道理,可口的食物一般对健康无益,反之亦然,比如,你的目标是身体健康,但是,如果你不忽视运动与每位但不健康的饮食之间的一级效应,不将角色建立在二、三级效应之上,那么你就无法实现目标。 大多数时候,一级效应是我们实现目标要克服的诱惑,有时还是阻碍成功的拦路虎。 这就像自然中物尽天泽的过程,甩给我们具备两种结果的选项,那些傻乎乎只基于一级效应做选择的笨蛋,就会受到惩罚。 从自身找原因有的人,结果不理想就怪罪别人而不从自身找原因,这与事实相矛盾,也会阻碍进步。 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分散精力,而人本是可以集中精力,提升个人能力素质,实现最佳结果的。 成功人是明白,不好的结果,大家都会受其影响,人人都有责任,应对各种挑战,这样才能实现梦想。 结语,想进化,就要突破极限,承受痛苦大自然的一条根本定律是,要想进化,就要突破极限, 承受痛苦,方能获得成长。 举重也好,直面难题也好,都不外国如此,大自然赋予我们痛苦。 其实是让我们感受得离目标越来越近,或已在某方面超越了自己的极限。 尽管很多人认为痛苦不好,但我认为想要变得强大,就需要经受痛苦。 我不是说越疼越好,我认为过于疼痛会对人产生损害。 没有痛苦一般不利于成长,所以我们应在与实现自己目标相一致的前提下,承受一定的痛苦。 同问题,错误和弱点展开斗争会让自己变得强大,斗争中会感到疼痛,也正是如此我们才会珍惜成功的果实。 借此机会给大家推荐一款CEO成长课程CEO周课,将各商学院以NBA课程内容进行了系列,整理成了一代写精品音频课。 课程包含企业管理、创业指导、原材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股权分配、项目投融资、资本运营、战略及运营管理、企业并购重组、上市指导、互联网运营创新等丰富内容。 您只需要每天15到20分钟的时间来收听就可以搞定了,如果您感兴趣,下面的链接即可,开启您企业发展间接之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